在10990的價格帶 還可以買到全面屏加上升降螢幕 大家覺得CP值高嗎? 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束褲3D團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Vivo的V15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的螢幕部分 螢幕部分是6.53吋的FHD Plus 的螢幕 那這個螢幕呢 它是全面屏嘛 所以它不會有水滴 也不會有這個... 瀏海 那我個人看起來是覺得非常舒服 有沒有看到如此舒服的螢幕 昨天晚上 上面來看沒有任何的瀏海 那你會想說那聽筒去哪裡了 它不是說螢幕的震動發聲 它是把它的聽筒做得非常非常的細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它的鏡頭 它的鏡頭呢是三鏡頭 三鏡頭在這個配置上 你會覺得這個設計 有點像大家的領帶夾 或者是你的影片夾 質感上呢是非常好的 我個人非常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跟這個... 升降鏡頭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現在把升降鏡頭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就會知道它的效果在哪裡 有沒有 它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呢 它這個升降鏡頭 升起來的時候 還有聲音 我們再給大家聽聽看 有沒有 就是一種非常科技感 優質一點時尚感的 手機的外型 鏡頭的部分呢 它是三鏡頭 主要的主鏡頭呢 是透過2400萬畫素的可動人件 去呈向1200萬畫素的相片 尤其是它有這個AI的辨識 AI場景辨識 讓你的拍照的過程 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按一下拍照鍵呢 就可以拍出不錯的照片 那在我們實測之下呢 你的主鏡頭拍照的時候 還是要稍微等一下 這個AI去辨識完成之後 你再按一下拍照鍵 那我們第二顆鏡頭呢 是超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鏡頭 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因為你在拍一些建築啊 拍一些風景的時候 需要拍一種磅礡感的感覺 你就需要超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鏡頭呢 是120度去裁切成 108度 那個這個裁切就是 廣角修正的功能 那你可以去開後關 在使用超廣角的拍照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的人物不要放在你廣角的 照片的左邊或右邊 就是邊緣的部分 免得裡面可能會出現這個 人面魚的場景 大家可能要注意注意 那第三顆鏡頭呢 它是這個景深鏡頭 那也就是說它可以有這個 背景虛化的功能 那主鏡頭的拍照呢 我個人很喜歡它裡面兩樣 第一樣功能呢 就是它在背景虛化的功能裡面 有一個可以切換對焦點 那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選擇 這邊有一個叫做 人像背景模糊的一個選項 打開之後呢 它會變黃 然後你可以去選一個主體 去拍照之後呢 它的背景就會模糊 背景模糊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相片這邊 去選擇背景虛化 然後去改變你的對焦點 你點哪裡 那你就會清楚 那其他地方都會模糊掉 那我個人覺得 非常喜歡這個功能 因為你在後製的部分呢 不用到電腦上去後製 在手機上面點一點就可以完成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用 比如說建議1、建議2 那它的建議呢 通常都是使用 像是社群軟體會常用的 比如說它第一個建議是正方形的 你可以把它PO到你的IG 而且它會去抓你的主體位置在哪裡 去幫你採結成正方形 第二個是長方形的 你可以常用在Facebook 再來就是一般的4比3的照片 那我們像我們剛剛拍的是直式的照片嘛 它會幫你修正成4比3的很實的照片 那我個人覺得這三個建議都覺得 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都可以直接去選擇 你可以不用自己去用裁切孔具去採 它會幫你去做整理 我覺得這功能也非常的好用 那這是主鏡頭 那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的這個升降鏡頭 那升降鏡頭呢 除了一般的自拍之外呢 它還有AI美顏 它AI美顏呢 我個人在測試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效果也非常好 完全不輸OPPO這個品牌的手機 而且在背景虛化呢 也不會虛化的很奇怪 像它的邊緣啊 處理也做得很好 膚色啊 美白啊 瘦臉啊 魔皮這些功能也都有 那在UI的部分呢 跟大家講一個小功能 需要大家知道一下 它在背景處理的部分 它會幫你把一些你背景的一些程式 自動去清除掉 那如果你想要把Line啊 像Email啊 這些常用的功能 去把它鎖起來 就是讓它不要在背景被清除的話呢 你可以在你的APP面先把它打開 你可以在多工的方式打開之後 右上角會有一個鎖頭 那這個鎖頭呢 你只要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把這個ATP鎖起來 那它就不會自動的在背景被清除掉了 那像Line啊 或者是像Email啊 這些東西 如果你隨時的背景被清除掉的話 你每一次打開 它都會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才能使用 就不會馬上跳出來 我個人覺得是需要 大家知道一下這個小朋友 最後跟大家分享兩個 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在這支V15呢 它的指紋辨識的部分 是在後方 雖然說現在指紋辨識 做在後方的手機也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已經有 屏下指紋的為什麼不直接做屏下指紋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V15Port 它應該會做在前螢幕的這個 屏下指紋的功能 那第二個我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也是就是說 它的充電接頭呢 是使用MicroUSD 它如果可以使用Type-C就好了 那規格的部分呢 是6G 128G 處理器的部分呢 是聯發科P70 大家覺得聯發科會不會效能比較不好 事實上聯發科P70的處理器 應該會跟60的效能差不多 所以大家在效能處理上 應該也不用太擔心 那對於V15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和IG 還有客氣網站 記得大家去看喔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接下來是回覆網友留言事件 那我們第一個回覆的是Youtube 那它是留言在 Sony X10 10 Plus的 招鳥大禮包開箱的這支影片下面 他留言說 S636 這支跳水會不會突破到55990 不會吧 接下來是Facebook 那我們前兩天呢 有發一個這個PUBG 最近可以預先登錄喔 PUBG手機版 那台灣出了 台灣出了針灸啊 那下面有一個 阿寶說這個OL的照片呢 如果我們在野運上面 看到OL 玩PUBG就拍照的話 我們現在應該不在這邊拍片 應該在監獄裡面 接下來是IG留言喔 那我們在IG上面PO這個米粉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到的東西呢 那我們米粉節這個留言呢 是小老闆 小老闆說 需要天選之人才能搶到 阿對了 我就是有買到那個 買到哪個 趕快 視訊告訴我們 掰掰